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观众们大家好,欢迎回到台湾的故事 刚刚开始我们听了一段队队的 以前,相信如果有五六十位以上的朋友都印象很亲密 那么那个时代,有很多歌曲 当然里面有的是大中古意识,但它是环境的 那个时代刚才台美断交,或是日后的几年了 我还记得中间国政府推出很多爱国歌曲 像这个吉隆台那一条就是 以前还比较多,反共抗恶歌有很多 包括我们以前做兵的是这些军歌,每个都这样 熊粥粥似羊 实际说,这些歌,如果现在男的兵 这些共会的糟糕人,看上去,听到听到 伊甸感觉很刺财 哈?哎呦,这真凶小 我现在变成了一个人的狗子 以前我们台湾的西方式,同样 后边也有美国、日本,会帮我们帮忙 那种气息多好呢?其实大家可能有一项 我不知道,一定要去查证 就是说,其实我们台湾这个 说要反共大陆消卖共会的国策 这不完全是中概就自己想出来 这有一部分是日本那种白团 因为美国他的台湾是不希望你真的去反共大陆 和美国卷入你的内战 但是日本的这个白团建议 很解释说,你虽然你不可以真的回去打贏 但是,你要让那些气息要出来 让你的背息,让你的对手知道我不是富士 你想起来,你想起来,你不可以打贏 这个说法跟我现在差不多了 那是日本的白团设计的方向 所以那种出现很多爱国歌 其实说出来,你若把一些中国意识拿掉 单纯就是敌我对抗 共会要来打你,你要怎么打贏 单纯那些狗子看,很震撼 那现在一天后要那些惹 走到脱脱脱脱脱脱 说说,我出来就不打贏 你是玩三小啦 你是他的对手吗 你一条路就说我来报要团结 跟美国站到我,日本站到我 自由世界站到我 你若来,你包死的 这样才会闪过啦 我整理就好了,我给你摔摔了 你不要打贏 就开始把你摔下去,感受感受 很惨的就说,我这点 现在夹起来后有可能真的会跪 夹起来就会跪 啊,这真的偷偷偷偷 好啦,说到这些 我们还是要 这个,这个 跟大家报告,我这次 有朋友在问啦 说,你这次台南好像有些 看你平民那种,不是 我说的就是差异 差异,那是哪有小洞 这个,我跟美国说的 台湾的故事,台湾的故事 我们要说的一本时代 那是我们本来的文化協会 蒸有的水,那里面的董 他们租起来的 是哪一样就变成新文学 就是左派了,走去左派去 左派就是说,我江山董 啊,这个 他们这些人说,我的初中就不是这样 我蒸有的水 对我这个 这些人,我不是这样 我是要 踮求,应该有的 关系 要尽量用那种 不要撘下去 所以要怎么变右派 右派就是 民众党就是右派了 台湾民众党 这个里面的董 以前就是议会情愿 运动,分毁左右分毁 这,一方面分毁不一定代表 就說台灣人的力量恰恰了嘛 不然日本時代初期是怎麼那麼多 那時候台灣日本人來講的初期的方向都 還去山頂拍拍死了 後來也是去找這個宗教 達伯尼書 有設施、有設施、有設施 那些都宜暖即死了 打不贏,日本就收拾了 後來稍後就說 一開始就林憲東 真有意志人這些人出來帶頭 要用好朋友說 建築應該有一個觀念 後來一些粥牌青年 你進來進來進來 進來後開始分左右 我跟我說 走到現在來 我們台灣也有這個新的制度 到現在就20年了 2,000公佈年同學 2,000公佈年第一次用 到現在就10幾年了 這次是第四次的 台灣有一個大問題 我再說一次 就說 在左右的光譜 現在還看不出來 因為我們只有統徒 現在統徒好像很重要 現在民眾黨跟國民黨在比賽 說什麼人比較痛 他們是我痛的 通到連時春英也可以拿名 共委員也可以拿來做立法委員 但是在特派市民 大家一向都覺得民進黨 跟民進黨 你也沒有白黨好選 啊 要選 選比他更衝 台南過期就比民進黨更衝 不然就選到 你百幾萬元 不比三十幾萬元 到現在剩五六萬 基進黨以前 定價票也不錯 其實是這個 陳博偉的管理 陳博偉說 喔 那一副喔 那一副喔 那一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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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要成功 那一副 那一副 那你哪怕 人家說 我這不太 我們要高力 政黨票 只要拿四十幾萬元 但這次有兩種分法 他們有錢 一年 兩千幾萬 就有錢好金 可能會比頂上更好 某些人說 我這次 國地的允諾 台北方有的所有 都會去牛舊 後腳 所以可能會比較不好 這次也沒有成佛的效應 三Q三Q沒有的效應 可能會比較不好 不管什麼我們希望站在我們左右的角度 我現在不是要智慧性行銷 就是站在我們要怎麼讓這個獨牌 台灣牌的力量重大 其中還有一個選舉就是說 你要有一些比較右派的聲音嗎 右派是什麼 這個老闆好經營啊 這個社會的政治不要這樣變態啊 不要創一些有的有間不順的 經濟的政策要讓大家 老闆的右派真的都說過了 本來老頭哥啦 我再說一次啦 本來台南的主張很清楚 本樓四萬塊 起調 你問客人都說 四萬塊老闆就跑了之後 不買 四萬塊 要嚴格這項4比1的政策 什麼是4比1 就是你如果要請五個樓工 五個樓工 要請四個樓工 一定要先請一個本樓 一定要 包括你是老闆 包括你是這個 這個 這個仲介公司 勞務公司 都一樣 你騙 你如果沒有 你如果沒有 補充一個 本樓 本樓 你就沒有要請四個樓工 這樣齁 你選擇也很簡單 你本來照現在這一套 現在 外樓 現在 當中加起來 不管外樓本樓 一個都 補充2萬八 掛你的薪水 掛你的什麼 勞建保 到達2萬八 2萬八 五個勞工 要14萬啊 2.8萬 乘以5乘 14萬 你如果用台南的辦法 四個 外樓萬四 多少 都只要5萬人而已 一個本樓 4萬 加起來才9萬6 14萬 多 9萬 多 14萬 要建造 老闆又好經營 勞動 身份工 本樓又起雞 本樓 現在2萬八 跳到4萬 這個外樓 雖然工 本來 賺的大伯 都叫做仲介 你就 給仲介賣 那些 補充 他們本公的四倍 差不多三倍 四倍就好了 這樣 這個大伯 就是比較右派的政策 目前的本土派 我還說 這個左右 不算行銷台南去 不是啦 其實很多 有優質基礎 都這樣做 包括台灣的符合會 另外 我告訴大家 左右之分 這不是什麼 你 要讓這種政策的人 左派 重分配的 台灣日本實際就有了 中分配的人 調較多 就是左派 就是社會主義的 你如果要讓這個 老闆人 還是說社會的分配 再來 就在方面的 反正 這個 不要破壞 善良的規矩 不要造金就對了 你就算比較右派 在歐洲 歐洲已經走 要幾百年都這樣 跟我們台灣現在都很幼稚 在這個經濟政策 跟社會政策的 演變 都很右派 不是 很左派 現在跟現在都很左派 這給大家做一個參考 好 我們休克人 進入第三回答 我們不給大家看 關於 三個 方個 空大 是 是 這